觀眾朋友你好 這禮拜日 禮拜一 嚴格算來應該是新政府 林全擔任行政院長 第一天的上班日 行政院民進黨新政府 上班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是撤銷兩年前三一八學運 不管是三月十八號 衝進去立法院 乃至於三月二十三號 晚上一直到三月二十四號 白天那麼大規模 一個衝撞事件 所有告訴乃論的部分 還是維持 但是是非告訴 抱歉 所有告訴乃論的部分 通通撤銷告訴 這個動作引起很多 不同的討論 有人認為說 行政院長 林全是叫做違法 甚至叫賭職 有人認為說 如果以後通通變成慣例 公民如果通通都要行使 不服從的權利 通通去佔領的這些行政官署的話 整個法治社會怎麼辦 另外一點 我們要從所謂的兩年前的三一八學運 再來深刻的討論 兩年前那一場那麼激烈 衝撞的社會運動 對臺灣不管是民主 不管是法治社會 乃至於對公民不服從 這樣的概念 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介紹今天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新黨青年委員會的召集人 王秉舟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您好 這一次太陽花學運 不但是積極的參與者 同時他也是被列為被告的 王毅凱 大家好 我是王毅凱 亞洲警察學會的秘書長 葉宇蘭 各位好 太陽花學運期間的義務律師團的律師 賴迎貞 賴律師 各位觀眾朋友 晚安 真理大學法律系的主任 吳吉慶吳老師 大家好 先來看看 林全第一個動作 撤除這些告訴 很多不同的影響 很多不同的評論 來看看 過去馬政府行政院 曾對太陽花學運期間 衝入行政院的民眾提告 新任行政院長林全上任後 第二份公文 就是對這126名被告 撤回告訴乃論 刑事告訴 林全認為 這是政治事件 不是單純的法律事件 所以基於減少衝突的原則 決定重寬處理 林全表示 行政院當年對學生提出 刑事告訴 是具有政治考量 但現今太陽花學運的訴求 已普遍成為社會共識 立法院也依據該訴求 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進行立法 凸顯出太陽花學運的正當性 與社會貢獻 因此此政治事件 不該只單純用法律問題來看待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非凡 對此在臉書上表達肯定 但也希望新政府 要落實太陽花學運的訴求 像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六大主張 以及公民參與憲政改革 幾位曾參與過太陽花學運的人士 也都抱持正面態度 有被壓力減輕 可是問題是對於我們告的許多最重的 防疫公務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的法院程序還是繼續在跑 那基本上應該是 就是不太可能躲掉 太陽花學運 義務律師團 以及太陽花學運的領袖 黃國昌也呼籲 調查清楚當時是誰下令警方行動 有血腥鎮壓 有造成非常多人傷亡的事情 這個部分希望新政府還是繼續能夠調查 但也有反對聲音 有國民黨立委就質疑 這是司法案件政治處理 長期關注警戒發展的葉宇蘭也質疑 現在是政治事件就有政治人物 應該站在第一線 就不要因為不是法律 就不需要警察來執法 長期關注警戒發展的葉宇蘭也質疑 行政院撤告對當時犧牲健康的援警 要如何交代 另外他也希望抗議群眾 能否秉持同樣精神 對當時依法執行的警察撤回告訴 記者張志雄 陳信隆 陳昌偉 台北報導 葉老師你完全不認同行政院撤告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時機點 讓我非常不舒服 就是其實剛剛信聰一開始也提到 就是新政府上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撤告 就是撤告 其實我在很多次我的臉書文章裡面提到 我知道今天這個氛圍 其實非常有可能告訴到最後還是會不了了之 會無罪或其他的方式 一顆罰金 whatever 我甚至於都會認為說你至少是把程序走到一審完了 行政院說這個我們為了社會和諧 我希望就是我們不要再上訴 類似的這樣子的呼籲 我覺得我都還能夠比較能夠接受 這第一個第二個是如果你說多一點點和諧 少一點點衝突 多一點點和諧 少一點點衝突 和諧絕對是雙方 就好像我們常常常常常在講修復事 今天這個吳景清老師是刑法的專家 我們修復是正義 你要修復 你至少要先有寬恕 寬恕 因為願意一方願意認錯 一方願意原諒 所以這這才能夠達到一個真正對話和諧的 那我覺得在整個整個過程之中 我我不曉得 我可以用兩分鐘的時間來講一個故事 我以前認識施明德先生不是施明德先生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然後他他有一次讓我帶著他去參加一個當年抓他抓到他的劉展華 劉展華是我警大的大學長 劉展華要退休的時候 施明德去當了他的神秘嘉賓突然出現 劉展華就不知道他那講什麼 結果施明德在那上面講了一段話 我非常感動 他說在當時我是朝廷的侵犯 你是官差 你當然要努力的追 你如果追不到我 我看不起你 我看不起你 我們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但是今天當我們都已經坐下來的時候 我尊敬你 可敬的對手 所以他來參加他的他的畢業典禮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也很高興 我跟王毅凱 跟丙宗他們都坐在同臺這樣子 其實在整個這個時代的劇論之下 每個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就像一百零五年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說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在那個在三一八學運 在太陽花學運的過程之中 我所看到的 我一定要代表我這個團體 我看到的你們可能 你們看不到 你們看到的是劍拔奴章 你們看到的是警察叫做國家暴力 我看到的是這一群苦不堪言的團體 跟他們非常可憐的家眷 非常可憐的警眷們 他們等於是被綁架在這地方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 所以葉老師您要談的是說 如果行政院要對不管是學生 或當時三一八的民眾撤告 同時現在對於追究三一八 三二三三二四的這些遠景們 他們執勤的這個動作 也通通都要停止撤銷所有的高速 我認為這個如果他是以和諧 他把他定位 定義成為政治 那政治的話 當然你們國家的領導人 你的 你是院長 你有權力做 可是對我們一個最基層的執法 執法人員 基層公務員來講 我那個時候我信守的只有法律 法律 法律 那個時候 即使到目前為止 在此時此刻 我們還是有一套法律 叫做集會遊行法 當時的警察是合法執勤 還是所謂的國家暴力 我們等一下會再好好談 可是我在就所謂的行政院 撤除三一八 三二三 三二四 這些學生們 或是民眾們的這樣子一個 不管是入侵住宅 或是毀損罪 撤告這個動作 你認為對臺灣 不管是在司法民主 或是在法治方面 到底有什麼傷害 絕對是有傷害的 我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在美國學的警察 警察行政等等 我當然知道法律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一些問題 社會問題 因為要維持一個公共秩序 一個社會的這個和平發展 所以對於警察來講 我們現在都很希望他們能夠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否則 我開玩笑 你如果什麼事情都要先去判斷 他的政治 政治正確與否 那我我會看到的是你的身份 我看到是你的你的收入 我看到是你的階級 我們不希望如此 吳老師你認同嗎 應該讓法律走完 如果是這時候撤告叫做政治凌駕死法 是不是政治凌駕死法 我不曉得 我也不能說贊成或不贊成 我只是覺得說行政院這個動作就像他講的真的很政治 因為就就就我來看 這個測不測告都不影響目前案件在進行 因為我先講就就要測的這兩個最主要的罪就是 因為他告訴來論 就是這個毀損那個毀損物品 以及這個輕度住宅 那這兩條罪一個是一年以下 一個是兩年以下 那因為在我們在算行為數的時候 雖然看起來好像衝進力 可能有很多行為 可是因為他時間空間有密接性 所以我們在法院可能指定為一個行為 那一個行為如果出案到這麼多的罪名 最後都是從那個最重的 所以所以基本上 有沒有測都無所謂 因為最後只會看妨礙公務罪而已 所以基本上只要檢察官沒有在一審編入終結之前 去撤回所有的起訴的話 那一樣啊 我覺得這個輕罪本來就會被吸收掉 你測不測都無所謂啊 他才是進行 這是一點 然後第二個更重要 就是說他這個理由 我覺得講得不清不楚 就會造成葉教授剛才提到那個問題 基層警察在面對未來怎麼辦 那尤其是說 如果看到了新聞稿的感覺 好像是說 只要呢 基於公民不無從 有什麼不可以 會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是很有問題的 那我再講西部一點 就是說這個親戶住宅 我記得去年在這個節目這個教育部的時候我有提到過 教育部算不算住宅 對 就是說我們現在司法實務是不得已硬把公署塞到住宅 這個是違反罪行法定的 我去年來有提到 那所以我才講說 這個這個這個你要先搞清楚 因為在兩千年之前 確實有強占公署罪 那個規定在懲治 打火條件 那個是唯一死刑 那個後來那個是建體制的東西 廢除掉以後 他忘了在刑法裡面夾 結果你現在司法書硬去塞這種東西 所以行政院應該利用這個機會 講清楚說明白嘛 所以應該是說 應該也要告訴我們 就是說呢 要交由教育部 不是不是教育部 法務部呢 趕快去提提網修正嘛 那你確認這個東西才會避免呢 剛才葉宗提到的 警察真的會無所釋從 因為就一個基層警察 他不曉得什麼 不是說不曉得啦 他不曉得說公民不無從 可以阻確到這個程度 等一下我們再來好好談法律 因為如果再細膩到法律的部分 可能觀眾會覺得說 是不是太細了 可是一凱我要請教你 其實兩年前我們就認識了 衝進去行政院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我也全程都在行政院 外面跟裡面看 我想問的是說 你們在不管是衝進立法院 乃至於三月二十三號 推開行政院的大門 衝進去行政院的廣場 然後部分的學生跟民眾 架著長梯 到了行政院裡面的一樓 乃至於二樓 少部分的參與者翻小打櫃 然後有迴損公務 我想問的是 這一連串的動作 其實你們都很清楚 你們是在違法的嗎 我認為這個東西 我要從三個層面來講 三點來講 第一點就是說 今天剛剛在講到行政院長林全撤告這件事情 他有講到一個政治 當初的提告是政治考量這件事情 是 實際上他確實沒有講清楚 可是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就是為什麼他會說 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提告 然後用政治性來處理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在發生這件事情的隔天的時候 將一話其實那時候在記者會上面 就有記者問他們說 你會不會對這些學生提告 會不會對這些人提告 他說他不會讓這些人 在未來的前程當中 受到有因為這些事情 而需要面對到司法的處理 或這些東西 可是他不久之後 還是做提告這個動作 也就是說 其實他這個動作來講的話 他當初就知道 妨礙公務的部分 是不可能 他們就算提不提告 都會是公訴的 那是沒有辦法躲掉 可是對於為什麼還要進行侵入住宅 以及毀損的部分 進行後續的追溯去告呢 那他就是因為他有他的政治考量 那也是因為這一點的關係 他們後來發生 事後發現說 其實當初所有人進來去抗爭 我們說 認為這個抗爭者 其實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所做的行為 可能會觸犯法律 而進行公民不服從 他的條件就是 我們是要用我們 進行抵抗權的方式 然後針對政府違法在先的行為當中 進行阻卻政府違法 這在德國基本法裡面 就有在講到 那進行公民不服從 我們當然要承擔我們的法律責任 所以第一點 我們大家都是願意承擔法律責任 但是我們先決是什麼 是因為政府先違法 可是因為他大量起訴這些人 他不是針對妨礙公共的部分 他針對很多人 是靜坐在廣場 受到強制驅離的時候 跟警方發生的推擠 或者他在裡面侵入在那個什麼 所謂進入行政院大廳的時候 有些人犯槍倒櫃 他想要把這些人通通起訴起來 但他是要他們去彌補呢 還是要他們呢 對於這些東西違法呢 進行認錯 其實事後來看來說的話 對不對 他其實應該就像剛剛講 他行為最重要就是 你有實際上有 妨礙公務的行為 那你就是妨礙公務來算嘛 那你今天很多人靜坐 你還一起起訴 有時候他就是為了一個 當時可能就是一個 阻嚇的考量 並不是真正認為這些人 會被判下有罪 那當然就是一個政治考量了 所以今天他其實是目的什麼 他今天的政治考量是說 當初既然原本就認為 這東西不是真的最重要性 真的重要性是妨礙公務的部分 那他今天撤稿 其實是為了不要浪費司法資源 這有請求講 不要浪費司法資源 應該要讓真正該被審判的 就是到底我們所有人 今天來進行抗爭的這件事情 有沒有實質的妨礙公務 然後有沒有這個抵抗權的正常性 你現在身上還背著妨礙公務的公訴罪 沒錯 剛剛吳老師講得很清楚 行政院這個撤稿的動作 其實對於所謂的法律結果 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因為中間可能有入侵住宅罪 有毀損罪 以及比較重的妨礙公務罪 這是同一個行為 因此最後一定是用妨礙公務罪 來去看你們有沒有需要 被所謂的罰還 或者是拘役 甚至有刑期的這個概念 我想問的是 你從頭到尾都不認為自己有妨礙公務 我不會這樣認為 我們進行那個 公民不服從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說 我們所有的行為 但我們不會認為說 所有的手段都是正當的 可是我們自己當初 都有一個保持一個 至少是我啦 我們在當中講的話 大家為什麼要靜坐 手勾手 讓警察抬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要用暴力的方式來抗爭 或許當然現場當中 有些人他們沒辦法 就是說 完全都一致的 能夠接受這樣的方式 可是我們當初其實是思考到 就是我們要用 告訴我們 為什麼要用肉身來抗爭這件事情 進行非暴力抗爭這件事情 來因為是我們要強調 我們是在做公民不服從的動作 秉忠大哥 你怎麼樣看這件事情 行政院在禮拜一第一件事情 上班第一天 因為上禮拜五 應該不能算上班 這個禮拜一上班第一天 就是撤稿 我們來看看行政院的理由 說要重寬處理政治事件 行政院表示 太陽花學院是政治事件 不是單純的法律事件 應該要再多一點點和諧 少一點點衝突的這個原則下 盡量重寬處理 當年也就是江儀化在擔任行政院長 國民黨任內的時候 對學生提出刑事告訴 是有政治考量 告是有政治考量的 可是現在太陽花學院的訴求 已經普遍成為社會的共識 立法院也依據這樣的一個訴求 針對兩岸先諸條例 進行的立法 凸顯太陽花學院的正當性 跟社會貢獻 因此策告 你的看法 是其實剛剛那個像是 吳教授還有幾位學者 大家都提到一點就是說 他對於法律本身的結果影響不大 但是為什麼要趕在 這個新政府一上任第一份公文 行政院的公文 就要馬上的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而且當中他提出的理由 剛剛大家也一直提到的 就是所謂 這是一個政治事件 它不是純粹的法律事件 那麼這句話 他表現得很清楚 他是政治考量 我想新政府也不會否認 那麼這句話 就會讓我們普通的一般民眾 我們對法律的細節瑣碎可能不太清楚 可是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阿良就贏了嘛 就是所謂成王敗寇了 那一般人聽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什麼情況下 政治可以凌駕法律 政治可以高於法律呢 只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過去這個帝制時代 皇帝說了算 那成王敗寇 今天誰 這個起義成功 他變成新的皇帝了 他來定義 什麼叫正當 什麼叫不正當 拳頭大聲音大 他就贏了 那麼第二個情況是什麼呢 在近代的例子 就是大陸文革啊 我們看到所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啊 因為我有更高的一個價值 這個政治價值 所以什麼法律 通通往旁邊站 我的革命是無罪的 所以這變成是一場革命 剛剛在我身邊 這個易凱兄剛剛也提到 這一次王易凱 他在這整個事件當中 他是323攻入行政院的這個案子 那麼當時候 易凱兄為什麼去攻入行政院 我相信之前我和易凱兄呢 我也常邀請易凱兄 接受我的訪問 在節目當中 易凱兄也講得很清楚 包括在臉書上 他就說 我們難道只是為了反黑箱嗎 我們不是只是為了反黑箱啊 那還有更高的一個政治價值 政治考量啊 那這個政治考量是什麼呢 我想易凱兄應該也不會反對啊 就是台灣最終獨立 這樣的一個政治考量在裡頭嘛 那若是如此的話 我不是講玩笑話啊 我在我的臉書上 我就公開表示了 像是蔡丁貴教授啊 包括易凱兄啊 幾位有這種台獨理念的人 應該要準備攻占總統府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太陽花的那段時間呢 上伊電視的直播節目 當時邀西在廣告的時候 他就和潘建制醫師啊 在聊天 潘建制醫師就跟他說 哎呀 你們應該繼續升高抗爭 公路行政院還不夠 要去總統管理 要去總統府 那當時邀西就說 不行不行 總統府牽涉到軍方 這個比較敏感 那現在新政府做了 這樣的一個政治的宣誓 就已經是暗示你們 就說沒關係啦 你們不管公路什麼官署 哪怕總統府 那政治考量啊 他也不會治罪的啊 他也不會真的去提起什麼 告訴啊 那如果是這樣 我真的就公開的鼓勵了 這個如果是真的要 台獨的朋友 是不是應該就攻占總統府呢 而且因為法律已經不重要了嘛 所以也不用走什麼公投程序 因為政治凌駕法律 從這件事再跳到 所謂的台獨這件事 可能樓已經歪得很嚴重了 我倒不覺得 因為你今天是政治高於法律的話 那你可以跳過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不重要 我請教你一件事 所以您認為 第一個 法律怎麼規定 我們就是要去執行這個法律 不管那個法 你是否認同 也就是有一句話 叫做惡法義法的概念 第二個 你不認為 剛剛易凱所說的 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是 所謂的要去主卻政府違法 因此他們負擔起自己也會違法的 這個所謂的公民不服從的這個動作 這兩件事你都不認同 剛好主持人點到這個 我就要來說 公民不服從 不可以濫用的 公民不服從 他是一個被動的 我不配合 我認為你政府的法令 跟我的信仰價值有違背 比如說你要發動一場戰爭 這個戰爭我認為是不義的戰爭 所以我不願意服兵役 我不願意去這個繳稅金 那我願意承擔 我不服兵役 不繳稅金 所以我被關起來 所以他是被動的不配合 可是今天公佔行政院是主動的去發動一個准政變的行為 這個解釋是你自己縣索 這個是哪裡的定義 對 你自己縣索 德國基本法當中 對於抵抗權 還有事後我們對於公民不服從的討論當中 他並沒有說 他一定只能是被動的 而且我要講 剛剛講到政治考量當中 並不是像你講黑箱 以及所謂的台獨理念的問題 他真正問題是在於說 政府事先會先亂政 因為我們在先前大法官的 四字329號的時候 就已經講過了 所有關於對外的協議 都一定要進行實質審查 但是在三一八 整個太陽花事件的發生的時候 福茂他有進行實質審查嗎 他沒有進行實質審查 他怎麼樣 他是國民黨執政政府 用他的行政機關 介入了他們自己的黨團 要求他們黨團進行 儘速的把這件事情 用被查的方式解決 所以才發生張慶忠的三十秒事件 他們沒有進行任何實質審查 沒有任何進行所有諸條審查 所以他就強制要通過 因此他是一開始就先違背了憲法 他違背憲法 毀憲難政的行為 才導致人民想要發動 我等一下一定會好好 請那個秉中哥好好講 不過我都會根據兩岸關係 條例當中規定 所有兩岸的相關協議 沒有變更現狀法律的情況下 他根本連審查都不用審 賴律師 那你要講法律的話 是哪一條法律 對呢 那公民不服從理論 他現在是一個討論階段 是學理 他不是最終的法律 那我們以美國的實踐經驗來說 那你公入白宮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剛好美國上次才周 去年才有州議會被佔領 那結果呢 最後警方開車送這些人回家 沒有對罪 所以你如果州議會比較輕 比較輕就對了 那拜宮比較嚴重 再不打斷你們兩個 你們吵到九點 所以到總統府的話 可能就比較嚴重 就像耀熙講的 兩年前 您之所以會擔任 三一八學運的義務 辯護律師 一定有你的理由 可是同樣的 你也看到這群年輕人們 他們很明顯 不管你是否認同那個法 他們是很明顯的 有違法之語 但是你還是擔任 他們的辯護律師 理由是 整個太陽花事件 他牽涉到這個 司法的部分 可以分成幾個案子來談 第一個就是說 先是佔領這個立法院 三一八那天佔領立法院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在侵入住居跟毀損的部分 當時王金平院長 他就是已經沒有提出告訴了 所以這個部分 就沒有進入到後面的法律程序 那之後呢 這個台北地檢署 是以這個妨礙公務 那傷或他人犯罪 對 等等的這些法條 那給予起訴 那之後過幾天之後呢 在三二三 三月二十三號凌晨 又發生了這個攻占行政院的事件 那後來這個 當然將一話是提出告訴了 那這次的這個撤回告訴的部分 主要也是針對這個侵入住居跟毀損的部分 那可是在這個傷或他人犯罪 還有妨礙公務 還有毀損公務的部分 還是因為他們是非告訴乃論的罪 所以還是繼續生理 不過基本上 我們醫務律師團 針對這個林全院長撤回告訴的部分 我們還是站在比較肯定的這個立場 因為其實我們還原到三月二十三號 晚上那一天 只是當時的情況是電視開始播出 就是說有人開始攻占行政院的這個行動以後 那很多民眾是因為說看到電視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或是剛好人在附近 那路過那就參與了 那就一起進去到行政院 那當時的情況是很多警察在現場 他們根本也沒有阻攔民眾的動作 那是這個都可以有當時的這個畫面 電視畫面都可以掉出來看 那警察是當時是沒有這樣的動作 所以很多民眾他們根本不知道說 這樣子情況可能是犯法的 那他們就一起走進去了 那事後呢 就被這個也是 就是因為行政院有提出告訴 所以就都被以這個侵入住居的部分 那都起訴了 那所以這一次這個林全院長 他撤回起訴了 撤回這個告訴了之後 針對這個侵入住居的部分 這一次總共有一百二十六名被告 他們就因此就不用再有這個司法 就是有官司的這個問題了 那剩下還有繼續有妨礙公務 或是刪貨這個他人犯罪的這個被告 只剩二十一人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是認為說對於這個民眾的部分 還是說有像他的這個一些的這個作用在就是說 不要讓一些這個民眾他們根本說不清楚他們當時的行為是犯法的 那在實在是沒有必要以這個國家的力量來對付這些民眾 那是您談的就是說不知情 譬如說那個王醫師 那個就是他在這個事件也非常重要的一位王醫師 他是跟他老婆家人吃完飯 然後才跑進去的 或是說像我這種進去也沒有任何警察攔我 不過那時候情形是警察想攔也攔不住了 這種當然被排除了 可是像王興凱他很有很是很清楚的意識 他就是要做這件事情的 我們把這兩類的人分開 我們只針對這種很清楚自己在幹嘛的人 而且他是清楚自己是在背負所謂的違法之餘 風險的情形下進入行政院的人 你也認同這樣一個動作 其實我我只能講我自己的部分 然後因為其他律師他們是什麼樣的立場 來參與這個這個義務訴訟 這個我沒有辦法幫他們代言 那我自己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有參與這個三一八占領這個立法院 幫這些後來被起訴這個妨礙公務的人 擔任他們辯護律師 那我之後也在這個侵入這個行政院的案件 也有當戶辯護人 那我們義務律師團還有針對這個警察 對於民眾有暴力的部分 這樣子 他有通過美租我就去佔領行政院 是 是 那我的看法是可以啊 那你們也可以去佔領嘛 那到時候可能也是有認同你們理念的律師 可以出來幫你們義務辯護嘛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齁 在兩年前非常重要的當事人 行政院長江宇華先生 他在今天聯合報也有一份投書 其實相當程度也表達出他當時之所以幫去對這些學生提告 以及後來有很多很多爭議 以及到目前為止 很多不認同今天行政院這個動作的一些想法 我們來看看江宇華怎麼說 江宇華的標題是說先問是非再談政治 民進黨政府這次行政院撤告理由說 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江宇華認為這就讓大家清楚看到 這是一個只問政治沒有是非的政府 在政治考量掛帥的政府領導下 法治文化會越來越難生根 他的激進暴力跨越了民主法治的紅線 讓將來所有不滿任何公共政策的人 都可以理直氣壯的癱瘓立法院 攻佔行政院威脅或霸凌 不接受他們主張的人 這樣的話還說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公佔行政院畢竟是一個暴力違法行為 不管當事者當時多麼自以為是 依然傷害了民主政治 應該要由法院審理後 再做出公正判決 而不是行政院基於政治考量 隨意撤回 如果一件事情屬於政治事件 或是法律事件 是可以這麼輕率的 由政府首長片面決定 那麼臺灣的未來將會永無寧日 林權內閣呢 是對太陽花激進人士的策告 恐怕不會是社會和諧的開始 反而是政治掛帥決策的開始 也是是非價值混淆的開始 吳老師你認同 我在某種程度我是認同 因為這個剛才 有幾位提到那個公文不容索 或抵抗權 可能這個這個東西 真的是太高了啦 我要先講一下 像比方說德國基本上 那個抵抗權是因為希特勒的關係 他們討論這個這個東西 他要他要如果要行使 這個抵抗權一定是已經到達 像希特勒這種情況 我才能用暴力去推翻他 那因為德國現在沒有 二次大戰有沒有發生這種事 所以他們看不到法院判決 有在弄這個 但如果沒有三一八浮帽就過了 我先描述那個三一八 過不過的問題 浮帽過了就是希特勒嗎 對啊 那等一下 我只是先講說 這個德國的抵抗權 他二次大戰定在激發以後 他事實上是備而不用 因為到現在德國並沒有 目前並沒有看到這種情況 那個所謂的公民不容索 事實上沒有 全世界有那個 把抵抗權入線的 大概只有德國 然後公民不容索 是沒有一個國家入線的 那大部分如果要想辦法 都是用說蓋過我條款 蓋過我進來 那反應到現實面的問題 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不管你說抵抗權 公民不容索也好 我們的法院 我們的法官 有沒有可能用這個去阻卻 我說以現在 就算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概念太 不能說太空了 這太模糊了 那如果說呢 比方說什麼叫做不公不義 什麼叫做不正法律 那像這個東西 是誰來認定 法官來認定嗎 還是被告 還是檢察官 所以 對 所以這個 我是覺得 應該在某種 我也認為就是說 應該在某種程度 要讓法院來解決 因為至少在法院 是一個可以論辨的空間 大家針對說 如果說真的以後 藉由這個具體的個案 我們來討論一下 像這種情況的公民不如從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當成 這個法律術語叫超法規的主缺 還是有來主缺 那至少有一個論辨的空間 你這個說法也是 惡法議法 因為如果到法院的話 他還是依據法條 來去做判決 這個惡法議法 我覺得太簡化了 因為在二次大戰以後 因為德國就是希特特的關係 他們不認為說惡法議法 否則就不會把抵抗權 放在他們的憲法裡面 所以他只是說 今天我們要怎麼去決定 什麼叫做惡法 在過去呢 我們找不到一個 一個什麼制度 所以二次大戰以後 德國才有 不僅把抵抗很路線 所以他們才有所謂的憲法 學那個美國聯邦最高法案 有所謂的違憲審查制度 在某種程度 就是由這個最高的司法者 來決定 這個是不是惡法 我們來回顧一下 兩年前 不管是三一八或是三二三 三二四 那樣子那麼激烈的衝撞 在兩年之後 我們還在討論這件事情 特別是在兩年之後 或許某種程度 也是因為三一八學運的 這樣子一個力量 民進黨政府重新執政了 重新執政之後的第一個動作 是對三一八三二三 這樣子一個動作 去提出所謂的撤銷 告訴我們來看看 兩年前到底發生什麼事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三號晚間七點半 學生們從立法院外圍 轉往行政院大門 用力一推 行政院最外圍巨馬 隱身倒下 抗議民眾快速鋪上棉被 學生們一個接著一個 跨越巨馬阻擋 前方還有行政院外圍鐵門擋住 不過仍然擋不了民眾的怒火 進入行政院廣場後抗議學生和民眾分成兩批 一批在廣場靜坐抗議對著援警喊話 外圍巨馬 外圍巨馬 此時在正門口 已經有更多學生要向前衝破遠景的包圍 冷靜 學生呼籲彼此要保持冷靜 許多人直接就地而坐 要警察離開 警察後退 警察後退 正方推出去 另一批則是四處流竄 還有人打破一樓窗戶 直接闖進行政院內部 有民眾一度進到二樓院長辦公室 但被遠景輔擋 至於其他官員的辦公室 就沒這麼幸運 翻箱倒櫃 文件散落已地 在闖入推擠過程中 有學生受傷 被抬出就醫 直到晚間十點 場面逐漸失控 時任行政院長江儀化 只是大批警力支援 準備強制驅離 而這一波抗爭 也成為是三一八學運以來 最為激烈的抗議行動 不過一凱我們先來看看 剛剛談到江儀化的投書 他是在兩年前 很關鍵的一個當事人 他說呢 如果說這是一個只問政治 沒有是非的政府的話 那麼法治文化越來越難生根 那以後你只要不滿政府的任何政策 你就可以去癱瘓立法院 公佔行政院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個 他的一個說法 這就是一個暴力違法行為 不管你們講的多麼 所謂的自以為是 暴力就是暴力 他就是傷害民主 再來如果說呢 所有的政治首長都可以決定 什麼叫政治事件 法律事件的話 台灣就永無寧日 撤告之後就是是非加值混淆開始 你的看法 我覺得他今天他今天在這個 整個論述當中 他塞了很多其實他自己有點混淆 視聽的說法 第一個就是說 他說這個是政治問題 不是法律問題 然後再來是只問政治沒有是非 像這一點其實就是要 剛剛回應的那個葉教授的一個問題 警察以後如何執法 其實警方一直對付 大部分的抗爭者的方式 還是在於防疫公務的部分 所以其實他並沒有說 他不能夠執法 他們一樣還是可以驅離 他們反而是說 今天在整個刑警院當中 為什麼警方最後會有動作是 比如說打傷了很多人 然後進行血腥鎮壓 我們並不是跟警方是對立的 可以在很多的過程當中 其實看到我們真正剛才對象 剛剛都講的 什麼對警方喊話 對什麼東西 對實際上他們是在對什麼 我們是在對背後的政府 我們一開始抗爭 也是那個政府 那整個過程 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是說 那個這樣一話 他今天跑出來講這句話 他有個最大的弊病 就是當初他自己有講 他只是下令 輕拍牽綁柔性勸離 那請問 既然他是做這樣子的命令 為什麼事後反而會出現 這樣的血腥鎮壓 那麼就是兩種可能 一個是僵義化說謊 另外一種就現場有警官 他下令是錯誤的傳達 所以我們實際上 並不是要針對執法的遠景 進行所謂的追訴或是報復 不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真的是要要求一個真相 這是第一點 再來就是說 他所謂問 只問政治沒有是非 他自己要先把這個 是非先搞清楚 什麼是是非 是非就是 請問是誰引起了 大家會甘願冒犯法的風險 進行對政府來抗議 就是因為他先沒有進行 任何實質審查 他對於這個整個產業衝擊 完全沒有做任何好的評估 最後僅因應三十秒 完全用一個移動式的麥克風 就甘願讓他通過 然後事後 他們自己本身沒有任何的反省 一改我請教你 所以你認為說 你支持警方執法執行 你也支持警方在三月二十三號 乃至於到三月二十四號驅離你們 但是你完全沒有辦法認同 是用那樣子的手段 沒錯 事實上後來他們 因為經過這次事件 包括我自己在內 後面好幾次的衝撞 大家可以看到警方改以 所謂樓心圈離之後 有一個方式什麼 是兩兩臺離 把人家先勸離後 不願意再兩 兩個警方一個一個臺離 事後所有的妨礙公務的那種告訴 就大幅的降低 所以事實上就是 他們就是有行抗壓 我之所以這樣問 易凱的意思就是說 您剛剛一開始就講說 以後警方怎麼執勤 怎麼執法的問題 可是易凱認為說 還是就是照法律來執勤執法 以後都沒有了 以後機會遊行保障法 就已經把所有的罰則取消了 以後的警察 你除非是 你的意思是說 他們要衝立法院行政院 警察就手放後面 請進這樣子 因為集會遊行保障法 現在已經是從 現在本來是要先 先許可制的 可是目前在立法院 他修法的這個新的 集會遊行保障法 是採取叫做自願報備制 我瞭解 對不對 不過我們會不會太過度想像 這些未來的狀況 是 中華民國一直到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三年才有衝進去立法院行政院 這個是我們非常非常憂心的一點 其實當我看到 看到我非常尊敬的大律師 因為他也是在婦女心之上 可是當他剛剛還可以再講說 在那邊有很多人都是 我們只是散步到這邊來了 都是不小心到這邊 我們也不知道 這是 警察都沒有在那邊 所以還好 還好公視有這這套錄影帶 其實在那個時候是眾目睽睽 有多少 多少媒體在現場做現場直播 你只是散步到那邊了 會剛好有帶著這個油壓檢 帶著棉被 帶著這個這個長梯 這個其實吳老師比我更清楚 在如果這是鐵道或侵入的話 他都屬於加重的 因為他們自己有預備了等等 我覺得這個都已經是過去了 但是我在想說 如果各位要這樣去 就是要做這麼多政治考量的話 我真的覺得以後會自私一分 說實在的 當我聽到易凱他們大家講說 我要去追究 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追究 到底是你行政院長 還是誰去下的這個血腥鎮壓的 剛剛因為我還聽到 還有人說是什麼傷亡很多 很多這個死傷無數 我沒有死了 沒有死了 沒有傷亡 可是有講傷亡 可以掉袋子可以開 沒有亡這個字 OK 我要 我要說明的是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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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只要是民主先進國家 像這樣的這樣的處理 真的說實在都是現場的警察 指揮官 他就 他就現場的狀況 就可以做他專業的判斷 在臺灣 如果什麼事情都還要 部長在這邊 我先問部長好了 部長 部長說 院長 吳英家院長 要不再問總統 所以我們就留待了太多 太多的想像空間 真的 這樣子是無法操作的 我請教您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有立法委員談到美豬 假設民進黨政府要開放美國含有瘦肉精的豬肉 進口到臺灣來 而又有另外一群民眾去衝撞行政院 也佔領了行政院 也攻進了行政院的這個大門一二樓 翻箱倒櫃 類似的東西全部重複上演一次 你也支持民進黨政府要求中正一分局 用同樣的方式 甚至導致同樣的流血 驅離那個時候的民眾 如果那個時候還有這樣子的法令 什麼法律 那個時候 你們法律 對警方執法的做法 是有執法過當的問題 我們集會有刑法 警察本來對於非法的集會 就是有可以 虛擬跟寫心鎮壓不同 假設 什麼叫寫心鎮壓 集會有刑法 把那一些這個彩報備制 把那一些刑法的規定拿掉 也沒差 因為我們刑法一百四十九的就有 就有據說不顯然罪了 那個那個集會有刑法 那個是多加的 所以就算把那個取消 應該不會影響到警察在那個 只是說掃 掃 掃掉的部分是說 不需要先進入警察局許可 不過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江淵化還有其他的這些反對行政院 撤告動作的這些意見 都是說 那以後你只要不高興 你只要不爽說政府的政策 你就可以去公佔 但是我們真的會再出現這樣的情形嗎 我們來看看 魏陽怎麼說呢 他說 行政院撤告代表國家體系 對公民不服從的肯定以及對參與者的平反 撤告不應該被視作是國家上對下的寬容 因為人民本來就有不服從的權利 林非凡講說還有公訴案子 像那個易凱就還有那個所謂 妨害公務的這個案子 期待獨立司法能從憲政高度出發審理 也期待三一八運動的訴求跟主張 可以落實新政府的施政 陳偉廷講什麼呢 打人的警察要追究 或者是下令的人要追究 希望新政府要揪出打人的警察 那行政院認同太陽花學運 所以希望兩岸監督條例 要從民間版本來修正 因為民進黨自己有另外一個版本 我們來看看其他人怎麼樣看 這件事情 王洪威講說 行政院用政治方式解決司法案件 是縱容民眾入侵公署 毀壞公務 認同群眾以違法手段 達到政治目的 陳學勝講說 學生公佔行政院 已經是準革命的行為 林權違背法律 背棄職務 要提出所謂的堵職罪的告訴 不過時代力量 包括黃國昌跟徐永明 都是肯定政院的這個動作 也進一步希望說 可以追究當時所謂的警察的責任 我再請教一下萊律師 我們真的會一直上演 一直上演所謂的學生 民眾公佔政府機關 因為撤告或者是說司法對他們做出了這個動作 這跟誰執政沒關係 是政府有沒有先違法 因為林非凡已經公開說 他反對這個民進黨版本的兩岸監督條例 他要重返立法院 但是我發表了公開信告 現在都不回答我 不好意思 他們已經有回應 第二點是說本身來講 我們當初也是跟國民黨 有很多談判 是國民黨完全拒絕談判 林非凡說他要重返立法院沒有 所以我才導致我們要升高抗爭 好啦 我是在問萊律師 不好意思 我想學生會不會持續有這樣子的行為 這個應該是要問政府啦 我們是在傷害法治社會嗎 我不是這樣子認為 因為我覺得說 之所以會有太陽花學運事件 應該是要先有因才有果嘛 那如果說沒有先有這個張慶忠三十秒 這些問題的話 那學生可能也不會有後續的行動 林中先生你認為我們的民主跟法治 受到很嚴重的傷害了嗎 我先回應剛剛講先有因再有果 那如果沒有民進黨一直不讓審查 一直不讓他能夠進入審查程序 也不會後來審來審去都不能夠繼續推進啊 如果按照正常立法程序的話 就是最後大家僵持不下 送歸表決啊 那麼再來講到所謂這個政治法律的問題 那既然現在政治已經凌駕法律了 那不能再看法律了 因為現在已經不能依法行政了 那看政治 政治至少也還有一個道德標準嘛 就是標準一致啊 你不能夠碰到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意識形態 你就不能夠變化 所以現在民進黨的新政府已經創下了先例 他告訴大家 就是你進到行政院 進到立法院去抗爭 只要你有你的政治訴求 不能夠檢驗喔 不管他的訴求是統制度是藍式率 不管喔 通通都不用依法來辦理 所以剛剛問到這個葉教授說 哎呀那這個以後是不是警察 會不會再有同樣的這個做法 同不同意 如果是來問我的話 那當然我們通通這個舉手 警察都通通要放行 立法院行政院通通開門請進 就剛剛主持人提到 是不是以後都開門請進 當然要開門請進啊 因為民進黨的新政府給我們的標準是這樣啊 你只要有政治訴求通通可以啊 那你不能夠講說他們太陽花的訴求就是對的 那難道先換別人的訴求就不對嗎 所以我在這邊才公開呼籲說 那台獨有台獨訴求也應該要是要去這個付諸實施嘛 也不用公投制限了嘛 因為現在法律已經退邊站了 公投制限也是走法律啊 現在要走政治啊 這不是什麼滑坡講法 滑坡講法是你在定義啊 就像公民部服從也是你在定義啊 那叫變學歷大家都可以講說一套政治信仰來啊 把他回到318發生之前 民進黨根本沒有所謂的不讓審理 他反而是說我們要求主條表決 要求主條審理 那為什麼張經濃差是直接要講的 他包圍主席臺 不叫做不讓你審理嗎 他包圍主席臺有 他要求審商啊 他要求協商拉下來協商 那就以後大家都按照同樣的標準 所以以後通通有任何法案 大家都不要審 只要我沒有辦法審 不要審是你講的 其實上只有審喔 我來做立委我就這樣做啊 國民黨現在就開始包圍主席臺不是嗎 葉老師 信聰 其實我們在這邊講這麼多 當然我當然我今天也看到新聞說 這個葉俊榮葉部長說 這不會打擊警察士氣 沒有問題的 可是如果我希望部長有機會去看看 這些什麼靠北警察也好 為警察加油網站 各個警察的社群網站裡面去看看 絕大多數人是像剛剛王秉聰講的 如果這樣我們就不用做了 ok 我們就不要做了 沒有什麼為什麼要這樣拋頭如撒熱血 為什麼要拋家棄子 我們有一部分的東西必須要再釐清 是三月二十三號晚上一直到三月二十四號早上 警方剛剛益凱講得很清楚 他也支持警方驅離 但是驅離的畫面 我們看到的是極為激烈的衝撞 極為不堪的那種流血畫面 我想問的是說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兩年前那樣的情形 是這個是警方合法合理的執勤 是因為民眾的挑釁 還是是所謂的國家暴力 我們來看看 鎮暴警察手持警棍 接近在行政院靜坐的群眾 學生一個接一個手勾手躺平 打算消極抵抗 警方開始強勢拉人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號 午夜十二點過後 警方從行政院後門接連三波強制驅離 拉扯過程有人頭破血流 指控警察打人 有人受傷 有人體力不支 學生自行搬來鋸馬 試圖阻擋警力 但警方還是在兩點過後 繼續第四波驅離行動 鎮暴警察逼近群眾 推擠過程一度有人朝警方丟置物品 但人數不及警力 一個一個被抬出行政院 有學生痛哭失聲 也有人因為推擠而昏倒 救護車接連送走受傷的民眾 驅離行動持續到凌晨四點 眼看天就快亮了 這時警方出動鎮暴噴水車 行政院內外都有水車 以強力水柱噴向人群 受不了上百公斤的水柱壓力 民眾紛紛往行政院外散去 警方在四點五十五分完成任務 進空行政院 學生民眾和警察度過了最漫長的一夜 郭老師我們在談的是兩年前二零一四年 是這個世紀所發生的事情 並不是上個世紀所發生的事情 儘管民進黨執政 但這不代表說類似的畫面不會上演 我想問的是說我們如何從兩年前那個事件 我們學到什麼 這個叫做我們應該支持警方合理合法的執勤動作 還是他是一個明顯愉悅國家奮激的國家保理 我想就現實面 在那個在這樣的場合 你要說理性到什麼程度 我是不大有可能期待 那只是說從在兩年前的這個事件裡面 我想每個人都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 比方說在座有參加那個 那他基於的是他認為說我在行使我公民不服從的權利 那就基層警察來講他不會考慮到這個 你要求一個基層警察去瞭解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能期待 也不應該去期待警察去了解這個東西 因為他就是馬上要限時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他也做了他該做的動作 那如果我們常常講說警察執勤是不是過當的問題 這個本來雖然說什麼警察執勤條例等等的法律 都有在規定這些比例原則的東西 但是一碰到那個現場的場合 我是覺得這些都很難落實 但是我們是因為國家 不管他是警棍或是槍支 是國家把他武器交付於警察 所以代表國家在行使 他如果過當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思考 那到底我們要救者是針對誰 只針對這個地縣的警察 還是他的上級 所以基本上這個問題 就是涉及到警察包裏的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目前我看一下兩年前發生這個事情 針對警察包裏這個部分 都是採支出的方式 因為大概不太可能期待檢察官去起訴 起訴警察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如果走到這一步 我們要更理性的話 我為什麼剛才講說在某種程度 我還蠻 某種程度我還蠻贊成講演話的說法 既然你說好了 這個是個政治事件 那既然已經來達到法律 那我想最後就讓司法去做一個解決吧 那大家在法庭裡面 大家來做論辯 比方說在座他 他主張公平部長 我是建議他 我不知道原子辯論哪時候 原子辯論的時候 最後陳述就好好闡述這個理念 然後檢察官他一定要講出他的想法 對不對 律師要講出他 那再一個公開的論辯 大家更理性一點 任任師你其實一直在強調 所謂的警方執勤這個動作 到底我們犯了什麼錯 以你的角度 我想有一句話說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那是從我們最近看到很多 譬如說石安的案子 那財團犯法的案子 那民眾感受都是非常的憤怒 為什麼 因為就是民眾覺得說 這些人他們掌握了社會的優勢 可是他們還做犯法的動作 所以這種感受特別強烈 那我們回歸到警察的問題來看好了 警察他們是握有國家權利的人 那如果說他們今天逾越了這個 警察資權刑施法 或是警線使用條例裡面所規定的 你應合乎這個比例原則的去執勤 逾越了這樣子的範圍的話 那警察難道不是犯法嗎 那我們對警察為什麼沒有用同樣的標準來審視呢 那當然我也認同就是說 這個不是說是基層警員的問題 是 這也是就是說 這是從上到下 整個指揮鏈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自訴案件裡面 我們是連江儀化 那當時的警政署長黃生勇 那方亞寧等等的 是整個指揮鏈我們都一起搞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認為說 就責是應該要查出這個當時下令 有這樣子進行暴力的人 而不是針對基層警察 所以葉老師 其實他們在談的都還是指揮體系 而不是基層原警執法的問題 這個更好笑的 因為其實任何一個警察 在執勤的時候 其實在談這個警察學裡面 有一個大師叫 Jeremy Skolnik 他在一九六七年的時候 有一本書說警察 就是他叫Justice without trial 那就是在 就是街頭的法官 他其實他就做那個時候的判斷 所以其實今天到 其實在美國有很多 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多 那個警民 警民的充分 帶武器的人去當街頭法官 所以在美國的現在 即使在現在最高法院 大法官 在解釋警察的 很多的用槍事件裡面 他都一定要提一個叫做客觀合理 客觀合理的判斷 客觀合理的判斷 是以他執勤人員在那個當下 而不是我們今天賴律師 吳教授 葉某人 陳先生 我們在另外一個 非常冷靜的空間裡面 我承認我們在 其實 在那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都會挑選 比如說看到警察 一直在揮 揮這個警棍 說實在的 他們的情緒都繃得很緊 拉得很長 勤務的時間都拉得很長 有沒有情緒失控 很難講 那就找出來嘛 就是 那我們是否應該要避免 讓警察或群眾處於那種 情緒失控的處境 當然 當然 其實在三一八 懸運之後 太陽花懸運之後 現在在警察大學 每一個 每一個學生 我相信警專也有 監察院要求要上三個小時 每一個人都要上 每個學期要三個小時的群眾事件 一凱 你再回顧兩年前那場那麼激烈的 或者是巨大的一個社會運動 到底對臺灣改變了什麼 影響了什麼 我改變了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剛剛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剛剛講所謂客觀公正 其實有很多案例可以講 我們應該是不是可以讓警方使用可以足以致命的武器 在刑事這些他的執行 剛剛只要回答一句話就好了 現場所有民眾在躺下 我手勾的時候 警方穿著全身護具 不拿任何一根棍子 能不能把民眾驅離 能不能 回答這句話 能不能 過去所有抗爭案例 能不能 自從發生了323這個血清增加之後 後來所有抗爭事件 警方是不是現場都不用動作那麼的武力 請問有發生在這樣的衝突嗎 所以就已經說明了 這至少改變一件事情 我們從這邊學習到 其實很多時候 像剛剛講的所謂客觀重點的事情 是可以被改變的 它真正就是透過人民的血還有淚 然後讓許多當權者知道 你們所拿的武器 跟所謂渺小的人民的抵抗來講 差距太多了 我們只要隨便被一回就突破血流 可是我們實際上警察 警察 沒有 警察本身來講 你們如果懂得尊重 他本身沒有尊重講受 對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引營網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彩繼續 用微笑與活力 陪您迎接嶄新的一天 兩語言 雙重重點 更多國際視野 更多在地連結 我是Stella 圖文辰 我是Jeff 張家福 6月6號起公視早安新聞 期待與您相見 Good morning Taiwan brings you all that you need on local news and the world 對不起啦 是我沒有把兒子教好了 大凡啊 你上舞廳啊 我沒有 我沒有 我不是去舞廳 那是正當的舞蹈教授 只是碰巧那個老師是一個 是一個年輕的女生而已 沒有錯 Here we go Here we go 追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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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三晚間九點 我家是戰國 就在公共電視 花露米要變身了 新一季的節目要變成怎麼樣呢 下課花露米思 找學生出任務 是的 是的 想要跟花露米探索隊 一起出門去探索嗎 歡迎報名參加 是的 只要你充滿好奇心 也願意嘗試新的事物 就有機會成為我們的一員喔 別動了 快行動 我們在打底囉 十點全紀錄 雪狼這一家 白色雪地裡 神秘的野狼蹤跡 看狼之家族的奇遇日記 以及不為人知的故事 每週四晚上十點全紀錄 雪狼這一家 就在公共電視 想念你的胸 想念你的外套 想念你的白色光 想念你白色光 想念你白色光 你現在所收看的是 滾石愛情故事 記得一定要收看 味道這一集喔 大家好 我是夏語超 超超 非常開心這次能夠參與 滾石愛情故事的演出 那我參與演出的戲劇呢 叫做 味道 滾石愛情故事 您現在所收看的是公共電視 支持屬於大家的電視台 一起看見更好的未來 明星期間